今天我们来吃一道杭邦菜油焖竹笋 我手里面的这种竹笋叫雷笋 以前在浙江的时候吃的特别的多 除了价格贵以外真的是没有什么毛病 第一步还是要先把这些阔阔给它全部都剥了 现在的春笋价格都还便宜一点 只要几块钱一斤 以前冬天的时候这种竹笋几十块钱一斤 全部剥好过后用刀再把笋衣修一下 竹笋处理干净过后来给它切一下 从中间对破切开后再来切这样的小条 并且给它轻轻的配一下 再改一刀 像这个样子就算可以了 春天的雷笋它的颜色有点黄露黄露的 其实最嫩的就是白色的那种雷笋 口感超级的好 来几个胚蒜 姜的话给它切成大片 葱切成段 叶子起锅的时候再放 竹笋咱们在炒之前 再用水给它冲一下 把一些切断的那个狙狙冲掉 不然做出来它不好看 锅里来一点榫菜籽油 也可以再搭配一点猪油来做 气成油温的时候下竹笋 咱们做油焖竹笋的话 不用焯水 直接把竹笋在油里面扁炒 这样同样的可以去除竹笋的色味 这娘娘的日子还过得舒服 两个都在这里喷着 我不想喷热了 他要拉着我在这里坐着 把手机幕收了 收了 刚刚才吃了 看了五分钟 你把手机收开 这个反应收 关了 关了 看了够了 每天就五分钟 油炒至渐渐的清亮了 把姜葱蒜放进去一起扁 扁炒至这个表皮 开始微微的发黄 来一点毛油 特级生抽 老抽 继续的炒 接下来我们来上一点花雕酒 这里放花雕酒 主要是个整道菜提香的 少许的水 做油焖的话 水一定不能太多了 咱们要一半水一半油 这样子给它焖熟 因为油的温度更高 这样子传递热更快 如果全部用水烧的话 竹笋烧出来它的口感 可能就不是很脆的 所以水我加的比较少 来一勺糖 一点毛毛盐 大概焖了五六分钟过后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 出锅了 只需要再来一点鸡精提鲜 葱节放进去 因为是油焖的嘛 所以不需要再淋香油 或者藤椒油之类的 它本来就是油亮油亮的 看起来就超级的漂亮 咱们今天的油焖竹笋就做好了 真的做出来的竹笋是脆爽 鲜美可口 并且酱香味浓郁 整道菜做法超级的简单 吃起来的话味道却不一般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住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真的要吃不吃就是这样 我不吃了 我也很吃吃吃 你吃完我就不劝你了 他的生法更好 嗯 我们做点剩菜 你讲的 你也更好 剩菜 嗯 剩菜 酥的剩菜 这个剩菜 剩菜鱼 鱼做点剩的 嗯 这个剩好脆好脆 哦 哦